高於生活 獲金獻 原來是皇宮總管和大人 失敬失敬 為山東共生今年的新科狀元 劉勇 人家說今年的新科狀元 是個駝背仔 人稱劉鑼窩 難道就是你 和人頭馬一起信出 將您和朋友一起享受 人頭馬時的照片寄給我們 就有機會贏得獨一無二 限量版人頭馬VSOP一瓶 比賽詳情請瀏覽WOW1.TV 或者把照片點郵到 RemyMartin at selectwines.ca 大家好 歡迎回來 今天我們的嘉賓給我們帶來 相當濃厚的藝術氣息 我們知道很多人有相當多的 華人的藝術團體 其中有一個相當知名的合唱團 我相信很多如果看過他們演出 包括最近有看一些表演的話 都相當的熟悉了 就是我們華夏合唱團 他們一直都是活躍在我們 整個多倫多市 對呀 現在成立的 都已經有四年多的時間了 是不是我們請我們華夏合唱團團 團長給我們來介紹 我們最近華夏合唱團的 一些近況了 高老師 早上好 非常歡迎我們團長 高熙明 高團長 早上好 你們好 主持人 高團長 咱們華夏合唱團 是06年成立的 到現在已經有四年的歷史了 主要跟我們講講 當時為什麼想到 會成立一個合唱團 好像之前在我們華社區裡面 都沒有這樣的大型 很少有這樣的大型 對不對 合唱團 我們是伴隨著 中國中央電視台 同一首歌走進加拿大的活動成立的 正好06年的時候 對 我們團的資深團員 都參加過那次演出 為中國和香港的一些 像李古一 韋薇 還有張明敏 這樣很知名的歌唱家辦唱 在那以後我們就成立了華夏合唱團 這個合唱團是由中國來的一些知識分子 為背景的 這些個喜歡唱歌的 這個歌曲愛好者組成的 嗯 那麼四年來都堅持訓練 嗯 他們唱了將近60多首合唱歌曲 哇 非常多 其實 主要當時呢 一些這個我們建團的時候 一些骨幹的一些力量啊 當時不是以華夏合唱團的身份 參加了我們這個同一首歌的演出 之後呢就想到要組合我們這麼一個 也就是說同一首歌這個活動 把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了 對 嗯 跟我們聊一下 其實最近你們剛剛過去的那個星期 好像是有一個活動對不對 對 我們剛剛過去的上上週的週末 在Scarp Civic Center 演出了一個音樂會 這個音樂會叫中夏音樂會 中夏音樂會 有28首合唱歌曲 小合唱 連唱和讀唱歌曲 組成的這麼一個 以歌唱為主的音樂會 嗯 所以這個完全是你們 是咱們團獨立的一個專門的一個演出 對 是全部的節目 都是由我們團 輕力 推出的這樣一個整台的音樂會 籌備了多久呢 這台音樂會 這台音樂會 我們從策劃到演出 用了五個多月的時間 哇 非常用心啊 沒錯啊 那咱們合唱團包括樂隊來講 這個指揮都是相當重要的 這個一環來給我們介紹 咱們這個指揮 郭凌生先生也是相當資深的一位指揮家 對 郭先生是在他到中國以前 到加拿大以前 是中國重慶歌舞劇院歌舞團的指揮 哦 相當專業 這個 他在國內也做過很多合唱的指揮 他所指揮的合唱團 在國內也取得很好的比賽成績 嗯 剛才我們提到了 包括我們最近的這個仲夏啊 之聲啊 當然之前有好多這個 四年以來啊 參加過各種各樣的我們的演出了 那麼裡面剛才這個團長提到了 有不同的這個唱法的這個合唱啊 包括小組唱啊等等啊 但是這聽起來都相當蠻專業的啊 但是我不知道咱們這個團員 要加入我們這個團之後 是不是之前都必須具備一點相應 專業的經驗呢 還是說我喜歡唱歌就可以加入呢 對啊 五音不全也可以加入 是不是有 五音不全就訓練起來比較困難 但是 到我們合唱團來申請的這些朋友們 他們一般呢 喜歡唱歌 有一個團隊精神 並且呢他們有一定的基礎 他們都師譜比較順利 而且聽音呢 自己看著譜練 自己的練習呢 也有一定的能力 那咱們這個 比如說要錄用團員的話 最後有沒有一個 具體要經過一個考核嗎 或者是還是怎麼樣一個過程 如果想加入咱們合唱團的話 想加入我們合唱團 應該說也是比較容易的 他會在報紙或者說 電視裡面看到 我們現在在擴招了 那麼他們就根據自己的條件呢 來申請 我們呢 對他做一個大概的了解以後 他就可以到我們這裡來測試一下 嗯 至少要面試 對 唸唸嗓子唱一聲 我們測試呢 是兩個目的 第一個了解一下他的過去的經歷 歌唱的經歷 這樣他進來以後呢 我們就比較好附導他 還英才師教可以 第二個呢 他也熟悉一下我們合唱的環境 有一些人呢 他沒有參加過合唱團 他可能認為就是到那裡只是唱歌 其實合唱呢 跟一般的唱歌的要求 還是不太一樣的 合唱是一個集體的 是要每一個人都在這個團隊裡頭 非常平衡的表現出來的 沒錯 所以我們不希望 或者我們更提倡的是 只有集體 沒有個性 沒有個性 所以讓他呢 能夠事先了解這一點 也是很重要的 像是團員加入了這個團以後 我們平時排練的頻率有多高呢 我們每個星期的 星期六的九點鐘到十二點半 是我們的必須的排練時間 固定的的時間 固定的排練時間 這個時間呢 經過四年的運行呢 是比較現實的 一方面 他不是很密集 他可以照顧到上班的 工作的這樣的團員 另外一方面呢 他又比較能夠吃久 我們經常的都可以來進行這樣的訓練 保持合唱團的訓練呢 有一定的效果 有一定的這個 連續性 對 所以剛老師跟我們說一下 如果我們現在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想要加入的話 有些什麼辦法 可以聯絡到你們呢 他們可以直接打電話 我們看到屏幕上有顯示的 C68395675 對 這個電話24小時都可以打通的 那不錯啦 包括我們有專門的這個 長年的這個培訓的訓練場地啦 就在Downtown的765號 Queen Street East 這是我們長年的一個訓練的場所 對這個訓練的場地很好的 大概有我們這個播音廳這麼大 哇 那相當不錯 有興趣的朋友 聲音效果也很好 嗯 好的 再次謝謝高堂長 謝謝高老師 我們帶來華夏合唱團的這個訊息啦 那麼尤其是愛好合唱 愛好音樂的朋友呢 不妨加入我們合唱團了 好了 馬上時間我們先看一下 最新的天氣方面的情況 感謝主持人 謝謝 小上好 歡迎收看天氣360 多倫多今天呢 主要以多雲的天氣為主的 在下午1點到4點鐘左右呢 會出現短時的雷震雨 降雨量呢是1毫米左右 現實的溫度呢是20度 風速每小時呢是13公里 全日的最高氣溫呢是27度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未來24小時的天氣預測 到了下午2點鐘左右呢 會到達全日的最高氣溫 27度 晚上會落的21度 以上是今天的天氣情況 接下來請收看雙語對對碰 好 大家好 今天呢 32075的問題呢 我覺得可以用一點時間 大家討論一下 是 因為呢 首先我問一下女性的跡象 因為很多時候說 你怎知道那個人是… 這也是那個女士發出的問題 對 他說發現自己的丈夫 跟他結婚了十多年 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 自己突然在過幾、兩個月前 就告訴他 開始就說… 他平時一向都聽過電話 還會說今晚吃甚麼菜 開始他就不開電話 再不開電話 即是有些跡象 即他不開電話 那就是拍電話不代表我